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碎不哭的小姑娘到凡银帝国中的杜云青 从话剧恋爱的犀牛中激情的明明再到如是画展光头素面的艺术行为 陶磊是为头戴文艺光环行走的女演员 她是这么一个傲气的女人 不会轻易妥协 对待事业如此 对待感情亦如此 陶磊在婚后生了双胞胎后 并没有放弃工作 不过是商业活动还是电影 都积极的参与者 第三位 刘涛 刘涛出生于江西南昌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歌手 从倪黄郡主 美术到安邸 刘涛塑造的角色 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认可 其实上资源与商业代言也是不断增强 在娱乐圈 她不仅是人人交口称赞的郭明贤妻 还是一榜情深的年黄郡主 她甚至还是从小白铺翻身 便反派大包的女叔和霸道总裁 她的身上有优雅的一面 又有帅气的一面 在演员的道路上 她不断地勇于突破自我 在生活中拒绝妥协 现在的刘涛依旧在拍电视剧 四十岁的她正火的一塌糊涂 第四位 薛嘉宁 薛嘉宁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 中国内地女演员 歌手 自粉红女郎走红后 薛嘉宁尝试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足给女友回家过年 中古灵精怪的楚笑笑 到大时代里温柔晚约的蒙青月 再到带弹孔的勋章中 勇敢坚强的春苗 薛嘉宁每次尝试 都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惊喜 引拍摄电视剧《天下无双》时 认识了同为上戏毕业的演员胡特 正式确立恋人关系 后来两人还是因某些原因分手了 在去年的时候 薛嘉宁铺自己已归医佛门 薛嘉宁铺誨一终ros谈